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清楚 建议您除了每周日上网看张医师对全球的直播教学之外 并且上原始点官网 看原始点电子书及手法教学视频 才能自我操作与疗愈 任何疾病症状皆因体伤与热能不足引起 中风的主因是头部体伤与热能不足 首先必须避开侵入性及药物性的治疗方式 避免造成更严重的体伤及热能更加的不足 身体半边的麻木僵硬力不从心 其实都是头部体伤引起 必须按推头部原始点 耳后即整骨 并长时间最好24小时 对头部温敷 若能将头发理光 用姜粉泥涂抹整个头部 则效果更好 并根据症状 不以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例如 手臂三鸟肌的症状 即按推肩部原始点 右腿的症状 即按推臀部原始点 手指脚指的症状 即按推手背脚背的影状肌原始点 按推后再以热源温直 中风患者 能否复原最重要关键 在于能否坚持 勤做运动 若只靠按推与热源的补充 则效果有限 平常除了保持良好的心态之外 应充分休息 即坚持温热性饮食 生活环境也应保持 也应注意保暖 舒适 勿受风寒 官网上有很多相关案例 您可以参考与学习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志工回答的简洁二样 确实所有的重点都有讲到 那这个怎么处理 确实我们之前做了很多案例 那我相信对这位提问者 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OK 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需要您的心地